一期太空舱到家了 那么应该如何吊装呢 来看一下今天的现场视频 后面的黄色吊车已经在安装点位附近 提前准备就绪 卡车开到指定点后 绑扎顶部吊环 同时在太空舱的脚层上 绑扎一到两根牵引带 视频的左下角小伙的手边就是牵引带 方便后期方向控制 一期型号顶上一共有四个吊环 起吊之前要确认吊点的绑扎安全牢靠 起吊的过程中 太空舱底部不可占人 以免发生安全事故 地面上的柱子是提前做好的混凝土基础 这款型号的太空舱底部一共有六个脚层 因此每套基础有六根柱子 柱子的位置和脚层是一一对应的 基础的具体做法 埋生大小 需要根据现场的土质情况 找当地的专业人士确认 现在现场的施工员正在通过牵引带 控制太空舱的方向 大的方向位置固定之后 对准基础点位 轻轻移动 慢慢放下 千万不要着急 放下后可检查室内地面水平 这时吊装环节基本结束 解开吊绳 安全撤离 太空舱属于大型吊装设备 现场施工 请时刻请记 安全第一